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終於來到傳說中的虱目魚肚了 我為大家設計的是一道便當料理 讓我們一起來看吧 虱目魚肚是來自邱家兄弟生態養殖 同時冷凍白蝦人也是 是新鮮的白蝦 直接剝殼的 然後虱目魚肚呢 你記得退冰之後呢 稍微水洗一下 然後把水分擦乾 避免油爆 其實魚類跟蝦類都不需要太特別的去退冰 然後這是我搭配的便當菜的配料 有原味豆干還有剛才看到的三色蔬菜 還有冷凍白蝦人 有松菇 然後薑 因為這個季節呢 吃一點薑對身體不錯 還有青菜 冷凍白蝦人呢 我先用眼跟黑胡椒 稍微去調味 然後再抓一抓 然後用我們的米穀粉 米穀粉真的很萬用 大家也常常看 我用料理都用米穀粉 虱目魚肚呢 就是剛講的 你一定要把水分擦乾 這樣才不會油爆 那同樣的我也是給它一點海鹽 跟一點黑胡椒 我蠻慣用中南鹽廠的鹽花 它在煎蛋的時候啊 蛋煎完的時候 撒一點鹽花上去 就很好吃 這是我的應用方式 然後看到呢 今天是牧魚呢 我是乾鍋 然後魚肚朝下 因為它魚肚裡面的油 它自己就會慢慢的溶出來 所以這個鍋子我也沒有在加油 然後不要用太大火 因為有點讓它慢慢去把油逼出來 然後去把魚肉給煎熟 我剛剛講到了 秋冬到了 是吃薑的季節 所以我也在這時候丟一點 切好的薑絲下去 可以滾動了 可以滑動了 你就可以準備翻面了 來看囉 對 其實我沒有甩得很高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你會破裂 真的不會 因為力氣沒有很大 濕木魚肚起鍋之後呢 你的油千萬不要浪費 繼續炒菜 所以我就下原味豆干跟柳松菇 然後我還用了一點生抽調味 如果我有用生抽了 基本上我就不再加鹽了 我會加一點黑胡椒或白胡椒 香氣出來之後呢 你再下蝦仁跟三色蔬菜 然後再加一點蔥 其實甩鍋真的沒有什麼特殊的機器 你的鍋子當然不要太重 然後它是有一個力道的 丟出去再拉回來的那個力道 因為這樣很方便啊 我不用再拿鏟子 這樣就是一道菜囉 所以你看我們的便當菜裡面 有煎得很恰恰的濕木魚肚 然後還有剛剛看到的豆干 還有三色蔬菜跟蝦仁 然後我還煮了五穀米 濕木魚肉所含的是優質蛋白質 那它的脂肪當中呢 包括了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EPA跟DHA 對於這樣膽固醇 保護心臟 促進腦部發育 都很有幫助 所以大家了解濕木魚 就可以多吃濕木魚喔 嗯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